萨古鲁谈修行的困境 该如何打破局限 求道者问 上师 你对我的教导和传授给我的练习 能帮助我打破局限 让灵性绽放吗 萨古鲁说 很高兴你意识到 你的局限 阻碍着你的灵性绽放 在很多面向都会有局限 练习瑜伽体式的过程中 你会意识到 你的物质身是多么僵硬受局限 再有意识一点 你才会知道 你的头脑和情感的局限 有些人的观念和情感上 有很多局限 却认为自己完美无缺 因为他不让自己有更多空间 用其他的方式去观察 去思考 去感受 你遇到这种人的时候 你会认为他顽固而愚蠢 但是他却认为自己完美无瑕 相似的 你的能量也有局限 那些能量能顺畅流动的人 在练习最简单的 克里亚瑜伽的第一天 能量就开始运转 并转化 而另一些人 即便练习了很长时间 似乎也不会发生什么 这全取决于能量的可塑性 各个面向的局限 其实并不是各自独立 而是相互关联的 一个面向的局限 会在其他面向中显现 瑜伽是一个 不管你有多笨拙 处于何种意识层面 背负何种业力束缚 你都能去运用的系统 不管怎样 你都有一条路可以走 只要你愿意 至少弯曲一下身体 你就打破了一种业力 如果你的前额 能碰到膝盖 那么就打破了一种身体业力 这不是开玩笑 对于一个以前从来 没这样做过的人 这真的算得上一种成就 随着时间推移 局限也会增加 现在你身体中 存在的那一点点灵活性 也会随着岁月流逝 而减少 总有一天 你的身心都会变得完全僵硬 没人能够幸免 回顾一下你的人生 看看你十岁 十二岁的时候 有多灵活 而如今 这些都消失了 不仅仅是身体变僵硬了 你的精神 也在时光的推进中 变得不灵动 这不是进步 而是退化 即使财富急剧 你也没有成长 没有倒退 你生来具备的优势 你从没去提高过 只是让它退步而已 多数人具备的优势 最后都成了负累 金钱 权势 舒适 和智能 只是给多数人带来灾难 他们本是上天给你的祝福 而你把他们变成了祸根 你没有用智能 去抵达意识的巅峰 没有让自己变得平和有爱 你用自己的智能 把自己逼疯了 举个例子 你以为当个农民很好 他们看起来很纯粹 在你看来 那很浪漫 但是如果突然把你变成农民 你就会咒诅全世界 如果你被送去做三天农活 每一天你都会诅咒这个世界 拥有这个的时候 你也梦想那个 拥有那个的时候 你又梦想这个 你也许称其为浪漫情怀 但其实只是你的愚蠢 它毁坏了生命 任何一个与生命之源 背道而驰的人 都是十足的傻瓜 我需要你做的 只是去观察 只要去观察 你自己在生命中 每一时刻 是与造物主并肩前进 还是与造物主背道而驰 如果你能看清这一点 一切问题都能解决 一切都会稳定下来 如果你不能想到造物主的话 那只要想一想我 你采取每个行动的时候 你是与我一道的 还是与我相悖的 如果你这样做 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一切都安定了 如果你做这种羞耻 你的头脑会稳定下来 做到这点 需要孜孜不倦的努力 否则就没办法做到 每个时刻 每次呼吸 都去观察 如果你付出努力去做 这种羞耻对你来说 已经足够 它能完全理清你的头脑 明天 你就能为进入三摩地的状态 做好准备 感谢观看